现在警察可以说是身怀十八般的武艺 预理警分局永丰派出所的所长钟日顺 接获台二三线13.2公里处 由远从苗栗来游玩的中信一家人 他们的车子突然冒烟抛锚了 因此他赶紧前往协助 由于前不着春后不着电的所长 就干脆玩起衣袖化身成为修车师傅 排除了车子的故障情形 原本在执勤的所长钟日顺接获110报案电话 一名外地游客球员表示 车子在台二三线处冒白烟 停在半路上 所长立刻前往现场 二话不说 即刻玩起了衣袖展开基本的汽车检修工作 专业的程度受困了家人 看的是木顿口呆 这边要夹到满 然后那边的话它有两个刻度 它要很多水 你要把它加烂满 没有关系 玉立分局永丰派出所所长钟日顺发现 该车水箱已经破裂且没有机油 若再继续行驶恐怕会发生火烧车的事故 于是将一家三口带回派出所休息 在协助脱掉车前来协助脱掉 关山就很多 很多那个 就修车厂了 你一里还多是吧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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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台九线上 好 台九线上 好 好 对 愿从苗栗来花莲游玩的中兴一家人 虽然旅游途中碰上了车子故障 但在警方及时协助脱困下 让这趟花莲之旅平安顺利 而中兴一家人不仅是和所长钟日顺同为客家人而成为了好朋友 也见识到了花莲警察拥有十八般无意的绝迹 记者石玉兰副理采访报道 好